今天的魅力營銷 泰國編 和大家見面 大家好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在泰國做的魅力營銷 第一次直播 我們今天當然是魅力營銷 說什麼 當然是說一些生意的東西 營銷的東西 做管理 很多方面的層面都能吃得到 今天當然我們想說一些 關於生意的那種 有某些想法 進來朋友和我分享一下 我現在是體罪你 所以和我分享一下 進來的時候 把這個播放出來 現在應該是香港和馬來西亞時間 是下午四五時左右 泰國是晚一個小時 無論你是來自世界上哪一個城市 先說一張鞋 下面是說一張鞋 拉上你的Post 和做什麼 說一張鞋 拉上你的Post 第三個動作 你會做的 做什麼動作 你將它打出來 然後再做這個動作 先打出來 大家先沾到傳統 看你做拉菜要做三個動作 拉上去 我看到很多朋友 我看到Himon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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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Michael Simon 我的朋友在這裡 大家好 這個時間就是下午大家上班了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為什麼大家上班 你可以有時間去看拉 難道你真的沒有去做的 所以 如果你是上班 記住現在 聽一下風扇 否則 你因為要看這個Line 被人炒 不要賴 記住 哈哈 好了 Share it 沒錯 記得進來的時候 讚好 叫它 叫它 還有 分享一下你的Post 記得 記得 分享一下你的Post 還有 告訴我 哪一個地區 哪個城市 先 把城市的Post 打在下面 那裡 我現在打完自己 先 好 我現在在Banggore 大家也會看到我 記得先分享一下 你記住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做善事做善舉 有時你出去賣旗 你都給兩元 對不對 有香港 有時 有很多人賣旗 你給兩元一元 你要有錢 但在這裏 你不知道要錢 你做什麼 就是這樣分享 讓你身邊 是想聽到這個訊息的朋友 聽到這個訊息 現在我們是泰國的 那就是你以為我只有一個人在這裏 首先我想邀請我們的團隊 給朋友出來 和大家見面 好 Ready Hello Hello OK 先過來 Eddie就是這個 Hello 迎光幕後面的 先說一下 Hello 大家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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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後面很熱鬧 完全是熱鬧的 你會發現有什麼工作可以這麼好玩的 其實現在我們做事是很幫助人 以及很刺激 很多事情在發生 今天我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們今天會來到這個泰國 是有一個原因的 我們不是為了玩而來到這裏 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為什麼 Avili 我 Cindy 和Eddie 來到這個Bangg 這個城市 是有一個絕對的原因 我現在就會告訴你 好嗎 那我們 我們先寬重一下 先出去 好 我去做事 拜拜 好 Eddie就要把你的手放在後面 在管理我們的 只是看到他的手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啦 我們昨天就在 KL Korlondonport 吉隆坡 今天就在泰國 還來這裡 有些朋友問我究竟來泰國做什麼 這次來泰國 是一個很意義重大的 一個原因 為什麼要在 Korlondonport 這裏飛下來 Bangg 那裏 為什麼 好了 我想告訴你 為什麼之前 還沒得住的 我現在看到有三個數字的朋友 已經進來 最重要就是 現在你進來的朋友 聲聲嗨之後 記得LIKE你的Post 跟著 分享出去 等我見到最少有一半的朋友 是分享了這個Post 那我現在就會播一條片給大家看 但是你要先分享 我先等一等 好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有多少人分享了 2個 分享那個Post 14個 14個 就是很多朋友 在看這個Post 但不肯分享 好 首先先把這個Post 分享給我 各位朋友 好了 現在看到24個 今晚 今晚 當我到達40個分享之後 我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會來Banggok 以及為什麼我們來Banggok 是關你的事 這次Banggok不關你的事 是關你的事 但當你多一些人分享了之後 我會告訴你 這樣發生什麼事 但這就叫 好 我先坐在這裡 和你講一下 敵不動 我不動 你不動 我不動 好 先看看 好了 現在有很多朋友 是 share post 先給我看 我現在要refresh 差4個 有36個朋友 去到40個 我們馬上去片 差4個朋友 好幾個 還沒share的朋友 share 先 Let's go 幾個而已 做生意很有趣 如果你做生意 你發覺你做得不好 或者有機會 你有一個習慣 就是你不停踢 你不停在外面拿的 但是你不給 但是你不給 現在就是 我是不停給 很多時間 好了 那我已經有45個 好了 究竟為什麼我們來到Banggok 可以去哪裡 現在在KL機場那裡 這次過來 就是因為 現在我們在成曉 我們教很多朋友 是怎樣做生意 怎樣是 令到生意再做 可以做得大些 這就是現在我們的使命 所以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教很多學生 怎樣令到生意 再可以 scale up 不單止 一定是 做這個本地 可不可以做到一個 國際性的生意 好了 我也是因為這樣 我想怎樣鼓勵那些學員 就是 當他們的生意做得好一點的時候 當他們的年收益 去到百位數字 我就會請他們 有獎賞 什麼獎賞呢 現在 就在這裡 我就會邀請我的 做得非常要成精的學員 是和我一起搭這架 Pubberjack的 所以如果你還是想 做一些生意 有機會和我一起做一些Pubberjack的 記住 努力 對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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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他會和他一起坐打 告訴我 好了 Terrance Marcus 小雄田 我們好 是的 我是Terrance 大家好 我是Marcus Marcus 彤是創政的兩位老闆 當然大家見到 Hello 今天就是慶祝 我們先乾杯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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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們很開心 因為看到很多創業家 現在很困難做多些生意 做得更好 看到很多學生做得很好 當然我們想怎樣 是獎勵那些學生 當我們學生做到八位數字的時候 就有機會和我一起 坐這個 private chat 到處去玩 我想問問你 Marcus Terrence 初初你是怎樣接觸我們 接觸了我們之後 之前之後你的生意是怎樣 OK 我給你一點意義掌聲 Marcus和Terrence 謝謝 大家在下面 comment emoji 給我們三個拍手聲 Marcus和Terrence 我們就要莫名掌聲 為什麼想玩呢 我們是 當年我們做什麼 就算我們有什麼好的 一個人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一個人掛到錢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我們全部人都掛到錢 而且事業上是很銷售的意思的 好 你看到Marcus和Terrence 從事業地產的其中兩位 老闆在這裡 今天晚上在這裡 就是 剛才我講的就是 我們有很多人的學生做得很出色 出色到就是 營業派是超過八位數字 這個旅程就是 為何會由KL 來到Banggog 就是 我想 給這個 的Bonus 邀請 Marcus和Terrence 我們坐的 私人飛機 來到Banggog 是玩幾天的 多謝阿Brain 好玩 好了 剛才我們在那個影片那裡 最後就是剪了出來 就是 那究竟剛剛蓋你一營那裡 那裡 那個成績是 我們之前之後的分別是什麼 那裡 Marcus先說 非常之大 就是 講一下 之前我們公司 在紀念裡面 都是 人數都是八幾位 就好像是一個 Hoji 尊敬衛 就對了 上年就認識了Rion 就飛到香港 學了阿Brain的系統 令到我們公司 短短的時間 不到一年 已經增長了 一遭快 一遭快 三百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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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八零二百位 要多謝阿Brain 是 首先要多謝兩位 好朋友 首先 我記得很有趣 初初我們在香港 有個實體課程 就要在香港的公司上 你知道 阿Brain和Terence 是吉隆坡人 那時候是怎樣的呢 每個星期 飛來香港成一堂 連續飛來四次 對 很誇張 那阿Brain 第一堂開始來 最後第三堂 他說阿Brain 我可不可以帶我 我的夥伴過來 我待會你的機會 所以第四堂 阿Terence 對 我就飛過去看阿Brain 好像偶像 其實阿Brain 令我們改變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兩位 是創性老闆之一 即是我們在 comfort zone 裡面 其實我們 有 agent幫我們 賺錢都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七角 會很危險 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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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賺錢了 就算你不做了 但你也賺錢 對 但有什麼推動 令你覺得不行 一定會再做大一點 你當時的心裡 是在想什麼 因為 如果你在 comfort zone 裡面 我真的會很怕被人被導臺 你真的這麼想嗎 真的 就是怕被人被導臺 我想問現在 譬如吉隆坡地產市場 有多少地產商 很多間 大間 大概有百間 整百間 整百間 你覺得那個 我看到現在吉隆坡地產市場 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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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聽到你所說 你擔心 如果你不進步 會被最少八幾個對手 很難跟他競爭 對 因為我們在用的方法 可能 九幾年內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 那時候是用什麼方法 我們在用的 跟其他地產商一模一樣 就是很傳統的方式 做銷售 對 所以我們感覺到 真的 在五眼中 如何突出 如何突出 對 如何突出 然後我們要領先行業 我們野心會很重 是 即是想再怎樣推動下去 對 對 然後你在網路上見到我們 是 然後 這個人兄 千里少少 由KL飛到香港上課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你 好像是 上年是不是五月 那時候 上年五月 上到六月 成五月 即是一年都未夠 現在四月 是一個月前 對 十一個月之後 現在你的代表人數 到了三百多 三百多 即是多了一百多人 是 還有生意額上升了多少倍 上升了一百八十 我們的業績上升了一百八十 最重要的是業績 一倍 一倍 我們要聽到這裡 可不可以給點掌聲 創性地產 Telis 上班 後面我們給點 Modi 很重要 大家做一個創業家 互相互利很重要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看手機 你可以發問我們 可不可以 你看到上面有兩條link 我介紹其中一條銘線 如果你都想你的生意做得好些 不知道怎樣做 但你好像Marcus和Telis 真的有心把生意做得好 但你按上去那條link 你放下你的資料 我或者我的團隊就會打電話給你 但記住 一定要認真做生意的朋友 就像Marcus和Telis一樣 你按上去就可以 我想問一下 我們經過一年 一年 差不多 你覺得創新是否重要 創新很重要 你覺得很重要 一定重要 一定重要 不見到創成理產 你現在 在網上 我可以說 在吉隆坡的地產行業 在網上 已經被創成地產壟斷了 已經壟斷了 如果大家做生意 我相信你做生意 我做生意 如果你沒有這個壟斷的心態 你很難做 你不停跟別人競爭 一是不要想 一是就壟斷了 我想問一下 上年我們還沒有見過之前 還有今年到現在的時間 很多發展商會找地產商賣樓 對 他們現在對你們的心態和反應 和一年前的比較 我專門負責做建發展商 對 有關你 之前我們是要 四晚在這裏 在這裏跪 大佬給我一些項目 所以現在 我覺得調轉了 發展商會自動邀請我們做的項目 對 以及讓我們獨立 我們去做 這是很大的轉變 即是他現在是 主動找人 對 以前我們是 要做Horse 我們公司的Profit 要Present 整個小事 現在我們去見發展商 即是跟他們說 我們是創性地產 對 已經在市場定了位置 即是說 各位做生意朋友 如果你發覺你的生意 很辛苦要出去求客人回來 就像以前一樣 很難做 要寫很多Proposal 要浪費好時間 要不停給我們一些東西買 但如果反過來 你可以 有時你會坐在這裏 然後你的客人 反過來跟你說 我可不可以給你一些東西 幫我買 我可不可以光顧你 整個觀感會不同了 那現在的發展商是怎樣 現在是 他們在哪個渠道會見到你們 在很多網絡 我們很多網絡都會看到 我們公司很正確 就是 短調教導我們的商品的銷售技巧 是 還有一種 knowledge 因為市場很怕被一些地產公司 沒有培訓出來的地產商 賣去的樓盤 很怕說錯話 是 今天我們創新的地產 是不需要害怕的 這方面 是 後備 很多發展商 會被大老闆傳 創新的問題 所以後備 真是贏過很多 這裏心很重要 現在令到觀感 已經不用叫發展商 可以幫助他們買這裏心 是 現在的發展商 是 可以幫助他們買這裏 我們都要慢慢進步 不是一定做得最好 是進步去做 不會錯 因為現在太多發展商 而我們都盡量是 停止了 我們要選一個項目 還有我們 人手的關係 三百幾個月 我們都不購買 所以現在我們就挑選更好的發展商 現在就好像經常說 你可以篩選你接什麼項目 不知什麼項目 大家來做生意 你覺得這是不是最棒的 你可以篩選你的客戶 你不用做所有的客戶 你可以因為現在太好的生意 你不用什麼客戶都接 這個你覺得是不是一個最好的生意模式 如果你覺得是 在下面看看 Yes 否則之前 糟了 沒有東西買 什麼都要接 不要理會這麼多 Terrorist 什麼都要接回來 但你一定找得住 你反而是 不好意思 因為最近我們賣不完 賣不完 我們有時間幫你賣 現在可以有這樣的心態 這樣的態度 因為我們要保持最佳的結果 給發展商 所以我們不可以做到 待會我們無法發展商 Terrorist是負責 跟發展商商聊天 那些本本來買 那些負責公司的方向和營運 都上過我們那堂的銷售堂 很多 我想超過七八名 就是剛剛過去的一年 七八名學生 你一定有效果 是一定有效果 如果你沒有效果 你回來找我 是一定有的 好了 為什麼創事會這麼出色 就是 他不單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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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足 我叫他 壟斷了 整個口頭 你怎麼看系統 有時候 你怎麼看系統 之前我不是告訴大家 你應該每天要做這個 做這個 那你怎麼看 當時 我們學了Brian的系統 我們就一定要去執行 去執行 如果不是 聽到就是自己拿來爽一下 真的 自己爽一下 對 自己爽一下 所以 所以 叫你做很多 阿Brian教的系統 不單止是靠創性成功 已經有很多成功的理智 只是相信 我們跟著阿Brian做 就行動 最重要的行動 行動力 還有領先是重要 很重要 領先很重要 來到這裏 為什麼我們 會下來 這個 Bangg 這一個 的時間 跟大家見不見 剛剛我們所說的 這句話 就是領先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覺得 各位朋友 你覺得領先 是重要的 在下面打了三次 領先你的對手 領先 不是這樣做 你帶頭做某一件事 你覺得這件事 是對一個生意發展 或者對一個個人 在一個事業上發展 是重要的 在下面打了三次 當然重要 現在很多朋友打了三次 如果你覺得重要 我也覺得重要 為什麼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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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先這個想法 如何即時 第一件事 灌輸在這裡 我們現在創成的 為什麼我這麼欣賞 這兩位 又是學生 又是好朋友 大家很相似 如何領先 今天 有關全亞洲 第一一個服務 將會推出的 我們將版面 訂一訂出來 好了 兩位創辦人 說一說 究竟這個 4月18日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這件事 這麼幫助到 你的手眾 你的校戶 好 先說一下 大家看到 剛剛說出來 就是業界搜索 創新系統 因為我們要推出一個 防目的好幫手 好幫手就是 我們是 什麼好幫手呢 我們做了很久 我做了很久 我做了很久 避診 我移到我的客戶 他跟我說什麼 麥克斯 我是不是要賣樓盤 律師師會免費 給我想問 是 很多人都會擔心 我選的律師師可不可靠 和他的律師費高不高 這是一個敗約的問題 即是很投契的事情 是很恐懼 例如說 剛才我幫我買房子 我遇到什麼問題 找什麼律師 找哪間銀行做案件 找什麼裝修師傅 如果是 誰幫我安裝門鎖 如果晚上我回家的時候 沒有門鎖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過來買房子 應該怎樣做 死貨 這就是我們買房子的痛點 對 現在你剛剛推出 全亞洲的服務 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 這群人手 即是我們這個新系統 濃縮了 像Brian剛才說的問題 賣了恐懼症 我們濃縮在APP上 幫助到全部的賣 重點是我們的證書 經歷了很多年 遇到賣家想問的問題 想問的問題 好笑的就是 有些賣家說 我買房子後 我要代管 我一定要同屁其他銀行 十幾間 賣了十幾間 我問了三四間 我要推去哪好呢 那些病家 那些病家 要不要扯著你 沒有意識拒絕 沒有意識拒絕 那是正常的 因為想做生意 對 最重要是 我們覺得客戶 真真正正想賣樓 要賣樓便舒服 沒有意識 我們就要慢慢 看看客戶要什麼 我們就推出這個系統 好了 前面 我看看剛才的系統 究竟裡面包了什麼 剛才的系統包了什麼 看看 可否解釋一下 究竟這個系統是怎樣的 首先是 亞洲第一 第一個是沒有人做這件事 就是說你買了樓之後 你可以包了 有律師 有代款的意見 有什麼 為什麼這麼創新 而且客戶可以在 你買樓下去鑰匙 你會很頭痛去哪裏買家具 買電器 沒錯 所以在我們這個應用程序 你就可以得到這些全部 以及高達70%的折扣 70% 70% 70%折扣 例如說 Brian是香港人 你又人生路不傻 是 靠看我們的應用程序 即是說 當我下載了你的應用程序 我幫你購買樓 我可以購買家具 經過你的應用程序 這樣購買家具 你可以便宜高達70% 沒錯 是 如果是法律上的意見 這個應用程序 可以幫我嗎 這個厲害 OK 發律上的意見 很厲害 很厲害 普通人來說 他覺得律師好像是一個巨大 真的很害怕律師 而且不知哪裏找律師 會不會很貴呢 對 會貴 而且找到律師可不可靠 而我們這個系統 這個appset 有在線Live check 跟我們的律師 即是說 如果我們是 買樓 或者我打算買樓 我可以這樣說 我買樓又可以 我未買樓都可以 準備買樓都可以 就可以在app上 我打理問題 就有律師可以解答 我的問題 沒有問題 即是普通人來說 會覺得律師好像是否斷中計 會有這樣的想法 為何我們會推出這個系統 因為我們這麼多年 我們遇到的客戶 就是會賣樓之前 去問一下律師的收費 還有銀行的interest 這個系統是免費的 我是免費給大家的 即是解決賣家的困難 即是免費 即不用錢 現在站在那裡 如果你想諮詢一個律師 如果多了一個小時 大家收多少錢 大概是幾千元 都要幾千元 即是要幾千元 即是你只是這個服務 你省了幾千元 是 是很厲害 之後我聽到 免費的負雜資訊 你可以幫你找到銀行代付 哪一間是最優惠 是的 傢伙可以便宜高達七成 便宜七成 等於買一間屋 大概去要的是 裝修、家居、電器 一間屋可以省大約十千元 是使用了我們 十四個小時 電器也有 包括 對 很厲害 而且我們這個應用程式 也有注重買一個安全感 給我們的客人 是 怎樣說安全感呢 即是我們給24小時的服務 我們的貸款 對 沒錯 24小時的服務 就是說 你凌晨一兩點 爆水後 沒有電力 鎖匙跌了 你也可以在我們apps 那裡 找到那些人去救你 24小時 這是很危險的 是的 有時候你想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晚上不能進入門 沒有鎖匙 要找一些什麼 鎖匙 來爆門 是嗎 很難搞 當然它不會收得你便宜 因為凌晨三點 它不會收你便宜 所以這個真的好 好 我想知道 為什麼你有這麼大的想法 要推動這個 雅商運動 沒有地產商做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你這麼有決心 做這件事 第一 我們要 首先 我們一定要創新 我們不可以被淘汰 然後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 可以幫助到我們的 公司 我們的公司 我們將來的客戶 可以有一層適合的服務 是 即是 即是 不單止 我們的客戶 我今天也和大家 因為 那些應用程式是 白鎖的 我們真的遇到的客戶 很多 新手要買屋 都要問的問題 我們一一就放在應用程式上 幫助大家 最重要的是 我們和商家談到的價錢 全部都是對商家的價錢 對 真的 真是好 如果我們買屋 所有東西跟著 你剛才說的那些 所有的服務 是便宜很多 真的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可以談到 這麼便宜的把錢 和商家 即是你和商家 對 我們就直接給 商家和商家 我們一年有幾千間 買出幾千間的新樓盤 那幾千間的新樓盤 那幾千間的新樓盤 就直接介紹 你去你的商店買東西 你一定要打一個 最便宜的折給他們 沒錯 即是說 如果大家做生意大徒 不如我們分析一下 如果每年有幾千個 買完樓的客戶 你想要接 你想要接的話 肯定 所以這個關係 就是大家可以做一個聯盟 這樣做生意 你要給他們一個最低的價錢 如果不是一個問題 你當然想要接給他們 因為他們的數量很多 所以這個 這個絕對是一個 我們叫一個 整個Vertical 學小Terminology 整個Vertical 買完樓 律師 家具 裝修 水電梅 所有一連串 有一條龍的服務 是可以這樣做出來 所以如果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生意 這是一個好的想法 你會不會把現在的生意 可以像一個Vertical 做完 除了你的生意會贏之外 你會令到客戶 是很方便 很安心 所以你有三個 三個Slogan 這個Math Slogan 省錢 省時 省力 省時間 省力 省時間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這個想法 尹養了多久 用了很多年 用了很多年 剛剛在九國二戰 剛剛才開始 射到房間進來 是 即是這個星期 已經開啟了 今天 如果大約 吉隆坡朋友 或者是香港朋友 尤其是來自西哥 沒有什麼所謂 如果你想在吉隆坡買樓 好 今個星期 在28號 在哪裏 庭山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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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剛才所說的價值 是高達10,000的麻幣 即是1萬元的麻幣 所以是很高的價值 而今天 如果你是 智了業 或者是想智了業 你看完這個Live 到時 創成會送出30張VIP 只剩下30張 剛才我問Tenis和Maiso 50可以嗎 他說 所有的計劃 最多可以有30張 給你的粉絲 所以你不要30張機會 你記得上面有兩條Line 第二條Line 就是這個星期的4月28號 你按下去樓市資料 你就可以出席當日的活動 好嗎 出席了之後 有機會拿到這張VIP卡 就算你說 不是 Terrance Market 我是未需要賣樓住 其實不要緊的 你拿了這張Card 你就拿回自己 又或者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 需要幫助朋友 幫助朋友 所以現在你有一個業務站 就是 你將這個 broadcast 如果你未分享的時候 你分享出去 就是這樣 你可以做這件事 Tag你的朋友 Tag他的名字 尤其是這朋友 他有機會置業 或者置業 而他真的非常需要 剛剛講 這一班的服務 你現在 你現在 用幾個時間 你Tag了這個 post 給你朋友 好 給點時間做 好 你看到這班朋友 是很踴躍的 還有今天 只是我們送出三十張 所以不要浪費你的機會 你按上去 你馬上去 先開始 要不然去到第三十一個 如果你待會 你按這條連結 如果是按進去 變成一條死的連結 即是我們已經 關掉了這條連結 所以你不要浪費你的機會 所以你不要浪費你的機會 你按上去 還有這張卡 你需要錢嗎 這三個帳 你送給我 不用錢 不用錢 對,不用錢 因為我不用錢 如果要錢 我不會做這個直播 我們特別給 優惠Brian的學生 看誰的愛 就可以直接去訂閱 沒錯 你如果要訂閱 就可以拿到這張卡 還有 有些朋友需要 你Tag他 你自己也可以拿 所以就算你現在還未需要賣樓 但你又有這份需要 或者你想賣樓 我可不可以和律師聊聊天 你聊天 所以你不要浪費你的機會 好了 現在來到4月24日 你覺得今年的2019年 你可以幫助多幾個日 是可以買到一個理想的家園 你覺得你們 2019年 即是今年的 我們一年大概幾千間 我希望在今年的年尾 可以打不上去 可以不上去 可以不上去 所以我再給Tag他上去市 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做 就想出來打工 或者做生意 如果你沒有目標 你不能做 去年由200多人到300多人 今年的目標 再重新 不是多10% 是重新 當然不容易 做生意 你知道 如果你做生意 你很清楚 就算你做生意 看回公司 如果他告訴你 OK,Mary 今年的公司目標 是要100%增長 你待會留下 想法 永遠都想增長 所以你除了知道 創成是有什麼服務 創業家的思維 這個很重要 你覺得現在是 你覺得你贏了在哪裏 創成 我們最重要是幫人 我們做了很多 很多人都是做地產 很多年 而那些買家 其實他每一天都寫出來 我覺得很多買家 要賣樓 為何我不能去想出一個系統幫他 你要想一想 我首先是出自幫 就是裝身被騎 如果我們每個人買樓 都有這樣的問題 既然我們賣樓 為何不幫助他解決問題 所以很重要 你看到 如果你現在做生意 是幫助你的客人 解決一些重要問題 而你幫助的數量是多的 其實你不會缺錢 錢是會自己來的 其實我們說這麼久 我們沒有說 這件事 究竟可以幫你帶到多少錢回來 是嗎 因為我們知道 只要你幫助的人 你真心幫助的人 還有你幫助的人做多 錢就會自己來 有很多朋友拿捏不到這件事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要回答一下 你有沒有試過 越想賺錢 好想賺錢 越想賺錢 越賺不到錢 你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 下面帶一字 如果你沒有試過 下面帶二字 你很想想 這個月 賺錢 但是 通常是怎樣的 事與願為 賺不到錢 有試過在下面帶一字 這件事 很有趣 幫助手續 很重要 是 你們怎樣把這個訊息 下載到你的員工那裡 Jerris 即是我們把這個 我們幫助的人 系統化 幫助到全部 雖然 還有員工 在那方面 agent 也是對他們很有幫助 是 我們會有優先權 為何會幫創性買 不幫A公司買 因為我們有一個 VIP 幫助到很多人 所以他們肯定會選擇創性 沒錯 而 indirectly 就能幫助 agent 增長的優先 沒錯 剛才你說的一句 就是 你有一個系統幫助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 如果你沒有系統 你能幫助別人 如果你出的這個服務 全部都要打碼來找你 你很頭痛 對 不可以做 一個人 就是可以自動化 沒錯 但如果你是用一個科技 所以為何科技這麽漂亮 為何這麽漂亮 這麽重要 就是當你用科技的時候 你可以幫助世界上 就算說 現在你有一個用戶 住在紐約 下年就回來吉隆坡買樓 他都可以在紐約用你的APP 跟著諮詢定那些律師或銀行 再回去做 這就是科技 這次我們 多謝Brian 邀請我們來文波 坐私人飛機 這麼大 就是第一次的 對 年尾 如果你去到九位數字 我會訂購一個更大的活動 所以趁這個機會 我們今早也見到很多合作夥伴 在賣局 所以再提供更多價值 這個APP 即是我們 這是全東能 第一個合作夥伴 對 跟大家說 裡面的APP 已經有超大 60個合作夥伴 對 有60個合作夥伴 只要你這個星期 進去辦公室 South Convention 你看 我這個Page 的粉絲 我有30張 這個VRP 所以到時候 你會見到很多人 很大的 你在那裡 你會見到 Terrence 見到Marcus 和我 在那裡出現 所以我不知道 有多少朋友 想親身見到Terrence 和Marcus 如果你想見到我們 和我想見到我 的時候 這個人說 28號 粉絲收 幾點鐘 10點鐘 我們就開始 Open for Regist 到11點半 我們就會 開始 發佈會 OK 即是發佈會 是10點半 10點半 就好了 有什麼guest 我們有請很多 YB 即是區議員 區議員 拿督 發展商 還有我們也是 serve 做餐 serve 做餐 如果是serve 好餐的時候 可以開始 10點半 所以不要浪費你機會 還有 做餐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 你的Network 你的Network 很重要 這是 無論在網上 或網上的Network 到時你會見到一些朋友 記住你來的時候 戴定卡片 到時你會認識很多人 剛才那些區議員 有機會認識到 有機會認識到 拿督 記住 不是你認識什麼人 周潤發 你也認識的 但你的目標 就是周潤發 會不會認識你 做生意一模一樣 如果你想做多些生意 你要多給人認識你 認同在下面打 yes 如果你是覺得 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候 到時我們4月28日 是一個很好的Network 體驗 不要浪費你機會 到時要記住 拿了一些卡片 Smart Casual 現在穿回西裝 然後 像一個businessman 到時你會在那裡 你會撞到很多 就是剛才所說的 做生意的朋友 是 我們邀請很多 創事和買家 你可以看到 如果有錢買到 屋的朋友 應該的生活都可以 那些你就可以當時 你聯繫到那些舉行朋友 所以 到時記住 10點鐘可以到 10點鐘就開始了 我們再過幾天 Maius和AiTemis 會很少回去 那星期五 我就會從Banggok 也會回到哥倫波 所以到時 4月28日 我會在那裡見到大家 所以記住 我要再重申一次 可不可以再展示 我的卡給大家看 請 到時 這張卡 有沒有實體卡 實體卡 有 好 可不可以用手 可不可以放近鏡頭 就是這張卡 各位 寫一張會兒片卡 很漂亮 這個 到時 你來到我們登記後 創成就會寄這張卡給你 但是你要拿著這張卡 不要殺你 10點鐘開始 Banggok South 我們有沒有地址 可以再放在這裏 稍後 我們會將Banggok South 那 exact 的地址 會放在這個訊息 那裏 希望到時 看到大家 有沒有什麼 再跟到時 見到朋友 再說一句 我們要幫助多些人 教導賣屋 還未賣屋 也好 幫助他們 你們的朋友 要下來了 想賣屋 都可以 分享條領給他們 是 即是說 就算他未賣屋 或者賣屋 就算你不需要賣屋 記住 你分享給他之外 有什麼朋友 你見到 不是我真的需要 要去 Tag 他們 對 Tag 他的命 然後他會直接收到 這就是 Giver 我們怎樣 Give and Take 你覺得這個訊息 會多給別人 分享出去 Theris 有沒有其他人 跟我們的朋友說 我們希望 有這個Apps 可以幫助更加多人 他們不用 圍開 賣屋好像很快 所以我們這個Apps 是要幫助恐懼的人 去不怕 好 這個Apps 我們是最後一個項目 有三項目 我們想做到 省錢 省時 省力 差不多 這三項目 好 我們回到 到這裏 我們到這裏 我們可以再一次 給點掌聲 Marcus Theron 再次 將這個broadcast 分享出來 我們下一次的未來 吟少見 還有4月28號 Broadcast South 早上10點半 10點鐘 在這裏見你 OK 跟大家見 拜拜 拜拜